日本男演员东初昌大 原本核心有个幸福的家庭 两人因拍摄NHK陈间剧多谢款待而交往 2015年元旦结婚 后来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和一个儿子 然而到了2020年1月 东初昌大被曝光早在2017年 就与当时未成年的女演员唐田英丽家发生婚外情 结婚5年 出轨3年 最终 性果断于2020年7月31日与东初昌大离婚 拿到了三个孩子的抚养权 2021年5月底 离婚将近一年过去后 有媒体曝光 东初昌大还没给过三个孩子的抚养费 当时 两人关于抚养费方面还没谈谱 东初昌大提出的抚养费金额是一个孩子每月1万日元 三个孩子就是一个月3万日元 亲也知道东初昌大因为出轨失去了很多工作机会 收入大减 但对此还是很无语 倒不是因为性嫌弃钱少 而是感受不到他作为父亲的诚意 后来 东初昌大渐渐恢复工作 还被爆料有了新恋情 和一位20多岁的每日混血妹子交往 亲子选择在2022年8月带住三个孩子一居法国巴黎 目的是为了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环境 据知情人士透露 如果在日本的话 东初昌大又被曝光新恋情 孩子们说不定会在学校被同学耻笑 性小时候经历了渡边千和母亲长时间的离婚判决 他希望离开日本 让孩子可以在轻松安静的环境中成长 平日里 亲友空时会在自己的油管频道上 分享在法国的生活日常 晚上在塞纳河边散步 积极带住孩子们去参加当地的活动 12月31日大会日是日本的除夕 这一天是要吃乔麦面的 前几天 性分别用日本和法国的乔麦粉制作了乔麦面 比较口感有何差异 如果性今年还是带住孩子们在巴黎生活的话 就可以继东京奥运会之后 再次在当地感受奥运氛围 虽然性总是展示出自己及其生活 快乐育儿的一面 但可以想象 作为单亲妈妈要照顾三个孩子 是有多么不容易 而另一方面 新年过后 日本富士电视台于1月9日播出节目 但是35岁东初昌大的近况 他居然和三名年轻女演员一起隐喻山中 国主办自己自渡的生活 东初昌大只有狩猎许可 一年四季都可以打猎 他觉得自己并不适应东京 从2022年开始来到关东地区的山林里 体验全新生活 东初昌大住在一个山间小屋里 没有煤气和自来水 他从山里接水使用 看台做饭取暖 自己狩猎 采摘野菜 有时还会吃昆虫 早些时候 东初昌大住的小屋里没有浴室 所以他几乎每天都会去附近的温泉泡澡 山里的老人并不知道东初昌大的演员身份 他很快就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 2022年4月到12月期间 东初昌大猎捕薄火鹿在内的动物 共计31头 他一般是没肉的时候才会出去打猎 有时附近农家也会分一些猎物给他 他把猎物薄皮 直解后 放进冰箱里保存 或是拿到肉食加工厂 做成香肠 当有记者上门采访时 东初昌大会生活主犯热情招待 不过东初昌大并不是彻底归隐山林 留演艺工作的时候 他就会下山露面 如果只是开会之类 他就与线上行事参加 不少日本网友质疑 东初昌大太装了 给自己弄了个深山生活的新人设 连孩子们的抚养费都抠抠嗦嗦的 却在山里只顾自己快活自在 去年12月17日 记者再次来到山间小屋采访东初昌大 这一天 东初昌大准备制作肉干 于是来到附近的小河边 小河边占住三名女子 原来东初昌大和他们在山里共同生活已有半年时间 几人把放在河里的陆尸体 弹回山间小屋 三名女子熟练地协助东初昌大 将路包皮 直解后 制作肉干 她们都是20多岁的年轻女演员 通过拍戏与东初昌大相识 之前她们从东京来山里玩的时候 觉得这里的生活挺不错 就于2023年6月宜居山林 跟东初昌大共同生活 当记者问及她们和东初昌大是怎样一种关系时 其中一名女子表示 无论是作为演员还是猎人 东初昌大都是她们的前辈 平日里 她们会聊一些生活和演戏方面的话题 一名男子和三名女子在深山里共同生活 这传出去不怕又引发新的风波吗 对此 东初昌大表示无所谓 那就随便别人怎么说 我们只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的单纯喜欢 才会聚在一起 有什么不好吗 如果动不动就怕传出丑闻 我倒想问问 为什么不能活得像个人呢 如果时代要求漂白化 凡事都要自重 我觉得这个世界就不好待了 我们在这里过注人性化的生活 有什么不可以 记者还是担心的说 节目播出后 可能会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啊 东初昌大洒脱的回答 随便闹 让他们闹 引得妹子们一片笑声 东初昌大还对妹子们开玩笑说道 但是你们可是还有未来的孩子 没关系嘛 请节目组给大家打上马赛克吧 结果 妹子们又被她的话给逗了了 东初昌大和妹子们一起制作肉干 生火做饭 煮月猪肉给记者品尝 去年12月30日 东初昌大和妹子们举办年冬聚会 开开心心喝酒 唱卡拉OK 到了31日晚上跨年的时候 他们一起倒计时 迎接新年的到来 回忆起出轨离婚后的情况时 东初昌大说 当时自己失去了全部工作 十年来的努力化为泡影 对此深感绝望 不过现在他已经渐渐恢复工作 翻看2023年10月的日程表 他只有三天空闲 总之 东初昌大非常享受自己现在的生活 觉得非常充实 一边事情在一国他乡独自照顾三个孩子 另一边是 东初昌大在日本深山里 和三名妹子共同生活 节目播出后 网友纷纷表示不解 不要忘了给前妻赔偿费 和孩子们的抚养费 这跟前妻都会赚钱没有关系 这是作为前夫 作为父亲的责任 有网友这样说 这个世界 有时越是不负责任的人 反而生活的越自在 东初昌大这种人 真是深安慈礼 不知道各位觉得如何呢 我是觉得夫妻间总要找出 一种能互相平衡的生活方式 如果无法找到这个平衡 生活总是充满了冲突 那不如离婚 各自安好 每个人都有想要的生活方式 或许进入婚姻 才发现这不是自己想要的 各位也不需要用圣人视角 来审判每个人想要的生活模式吧